如果说好声音停播,是正义战胜了资本,那么那音演唱会终止,就是才华战胜了龌龊。 在李文事情爆发之前,旁人只会觉得刀狼新歌内涵太过小架子气。 而现在在看,刀狼还是保守了,什么狗狗银一秋合简直在合适不过,甚至不少网友都觉得不够大快人心。 换言之,可谓是天下苦纳因久矣。 一直以来,我们好声音都被网友戏称为那音好声音。 那音前前后后参加八届我们好声音,结果三届冠军,两届亚军。 没夺冠的几次,也是败给了汪峰这样的自己人。 这要是没点内幕,都对不起这个成绩。 更何况那音的姐姐那心,还是我们好声音的创始人。 一件事情说是巧合,这么多巧合堆砌在一起,是不是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那音的那一句对不起周深,我喜欢李维,仅仅是那音在好声音的一个缩影罢了。 其实不仅仅是李文,就连刘欢,薛志谦,陈奕迅都曾发出过对于好声音的批评。 甚至就算是与那音一秋合的杨坤,也曾言语间透露出对好声音与那音的不满。 据杨坤自己所说,在第一次受那音邀请参加好声音的时候,杨坤整个人都是猛的。 毕竟那音算是自己的前辈,要是自己不去,这不是打主流音乐圈的脸吗? 可等杨坤去了之后更是诚惶诚恐,怎么到了之后不仅仅有那音,还有刘欢和哈林这两位前辈中的前辈。 但那音安慰杨坤杨坤,所谓的真人秀就是找人设,只要找到人设之后,跟着人设演下去就行了。 所以在第一季的时候,杨坤还表现得有些猛,可是到了第二季,第三季之后,杨坤就已经游刃有余。 反正都是演的,都是在装的。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即便好声音第二季收视率再高,也始终干不过第一季的原因吧。 毕竟真情还是假意,观众们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怪不得刘欢在参加完第一季好声音之后,无论那音怎么说都不愿意参加第二季。 怪不得陈奕迅慧直言,当初导演让我和那音拍下一个学员,我没同意。 就算是强如张慧妹,也只能对一位喜爱的学员隐慧提醒道, 不是你唱得不够好,而是我们不能转身。 从一开始,那音与好声音的名声就早已经烂透了。 那音用自己在圈内的人脉想要捧起来好声音,却没有想到会被好声音拉下水。 那家二姐妹相继退出好声音那能算是自证清白吗? 无非就是吃饱喝足了,想要趁早金盆洗手罢了。 只是那音或许从来没有想过,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即便是多年过去,那音都一直是那个被观众所讨厌的家伙。 那音一直以一个上位者的姿态,对所有歌手说话。 即便是以我们民谣登上舞台的孙浩,在那音面前依旧抬不起头。 这种高傲的姿态,一是来源于他的老师古建分在圈内的地位, 二是来源于他那近乎夸张的架势。 都知道那音是满族人,但很少有人知道那音算是叶赫纳拉式的分支, 祖上也算是湘兰奇,和慈禧算是同族。 别的不说,王燕祖上仅仅只是圆明圆祝过, 是不是主子还不一定就一直傲得不可放物。 更不要说那音这个彻彻底底的贵族, 光是这个祖上荣光,就足以让那音面对大多数人的时候, 都保持一个高傲的形象。 然而更要命的是,那音还有一个特别牛的老师, 那就是古建分。 提起古建分都不用多说什么, 但是他全盘承包了三国演义中的所有音乐。 就连和他合作的作词家王健, 在采访的时候都需要看古建分的脸色。 这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与地位。 要不然说,有什么样的师父,就有什么样的徒弟。 那音本身就傲气,继承了古建分的师承之后, 更是傲上加傲,丝毫不见任何人放在眼里。 在还没有成名的时候,那音就对图鸿刚颇为看不起。 人家图鸿刚复杂的情感暂且不论, 但论音乐才能,有戏曲功底的图鸿刚不知道甩那音几条街。 这有什么好意思看不起的? 杨坤甘愿称那音前辈, 也不仅仅只是因为那音出道比较早而已, 他那厉害的家世以及师承,不无联系。 而让那音败心最后名气的, 当属是那句刀狼的歌只有农民听。 当初刀狼出道的时候, 凭借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直接卖出去270万张专辑, 这还是在没有丝毫宣传的情况下。 但这无疑是触动了那音、汪峰等人的利益。 随着汪峰站出来打头阵, 那音一举成为所谓主流歌手的排头兵, 直接开始与刀狼面对面交锋。 为了打击刀狼, 那音甚至做出过十大金曲 只有九首这种滑天下之大击的笑话。 当然,刀狼对于那音始终没有什么回应。 毕竟刀狼是专心做音乐的, 而那音才是为了挣钱的商人。 不过,在多年之后, 那音有些反悔, 开始想要收回去这些话, 只不过他忘记了, 互联网也是有记忆的。 那音过去的每一句话, 都已经被所有人记在心里。 这可正是应了老师古建芬的那句评价, 那音这个嘴迟早会毁了他。 事实证明, 那音正走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 当初对刀狼说的最狠的四个人, 汪峰是所谓主流音乐的发起者, 杨坤是所谓通俗音乐的背叛者, 小高是浑水摸鱼的心思歹毒之辈。 唯独那音, 明明是没有任何脑子的从者, 却背负了最大的说明。 很多时候, 即便很多圈内大佬想要站出来为那音洗白, 尽管公关团队这些年一直在努力, 却依旧无法改变那音的窘状。 事实证明, 从那音甘院开始做所谓主流音乐马前卒的那一刻起, 他的命运就早已经注定了。 刀狼现在特别火, 我也感到很高兴, 如此正能量的歌手就应该火, 听刀狼的歌, 确实让人收获很多, 感触也很多。 在刀狼火的同时, 很多人把注意力却放在了那音身上, 因为13年前, 那音当着媒体的面, 说刀狼的歌曲不具备审美, 那音肯定也没想到, 自己的这一评价, 竟然能在网上引起如此大的波澜。 当很多人指责那音的时候, 我想说的是, 这一次刀狼爆火, 其实那音帮了刀狼一个大忙。 刀狼山歌聊哉这张专辑出来后, 专辑里面的《罗刹海事》最早出现在互联网, 也是这首歌的爆火, 带动了刀狼整张专辑的爆火, 但是这首歌是如何火起来的? 是把这首歌放在网上, 然后直接火起来的吗? 不是的, 这首歌在发行后, 一开始没什么波澜, 但是网上出现大量刀狼的话题, 尤其是那音评论刀狼这个事件又一次被提起, 就因为这个话题使很多人关注到刀狼, 也关注到刀狼的新歌, 网上又开始出现对这首歌的好评, 一开始我也没关注到这首歌, 但是手机短视频上, 一直有人在宣传这首歌, 说这首歌好听, 这时候网上有人开始解析这首歌, 一解析又把这首歌解析到那音身上了, 这一下子更火了, 歌曲里面的歌词也被网友大量转发, 更多的人解析这首歌, 就连那音评论区下面都有六百多万条评论, 话题越来越火, 当所有人都在讨论这首歌的时候, 刀狼又发了第二首歌, 然后一首歌一首歌的接着发, 直接引爆了互联网, 刀狼这张专辑在宣传过程中, 刀狼一句话没说, 那音也什么都没说, 但是这张专辑的爆火, 那音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如果没有那音, 很多人可能关注不到刀狼, 就是那音评论刀狼那次事件, 让刀狼新专辑有了炒作的可能性, 如果没那音, 别人想炒作刀狼, 能炒作什么, 真没什么炒作的, 连个花边新闻都没有, 都不知道拿什么炒作, 像王宝强新电影上映, 还能拿他前期马戎炒作一下呢, 刀狼的前期也不是明星, 就算拿他炒作, 也没人大理, 那天吃饭, 在饭桌上我们聊起了刀狼, 一聊才发现, 我们一桌子人, 基本是第一次听罗刹海事都没什么感觉, 因为根本就听不懂, 不知道唱的什么, 但是随着网上这首歌的话题越来越多, 我们又关注到这首歌, 然后根据网上的解读, 又一遍一遍地听这首歌, 听了几遍, 觉得这个不错,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那鹰刀狼事件的炒作, 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刀狼吗? 不会的, 如果没这么大的热度, 突然把刀狼的一首歌放在大家面前, 大家会喜欢吗? 很多人可能就喜欢不上, 因为刀狼的歌像一杯茶, 得慢慢品, 它不是一杯可乐, 不能一下让人感受到清爽刺激, 刀狼的歌曲离不开这种大力度的宣传, 网上很多零零后天天追刀狼的歌, 在这首专辑之前, 他们对刀狼其实没什么印象, 刀狼火的时候是2004年, 他们大多数还穿纸尿裤呢, 到了2012年左右, 刀狼出来就很少了, 那时候他们还小学呢, 能对刀狼有什么印象? 刀狼的新专辑一出来, 如果不是大力度的在网上宣传, 这些年轻人怎么会这么积极地追刀狼的歌曲? 所以, 我认为这一次那鹰无形中帮了刀狼, 当然, 因为他对刀狼的评价, 当年肯定让刀狼很郁闷, 但谁也没想到, 原来对刀狼非常不利的一件事, 竟然帮了刀狼的大忙, 也算是弄巧成拙, 在这件事上, 那鹰算是刀狼的贵人, 这个话题会伴随刀狼一辈子, 也会伴随那鹰一辈子, 以后只要刀狼发新传辑, 他们两个人的话题依然会被不断提起, 那鹰如果开演唱会, 刀狼也同样会被提起, 没办法, 这就是互联网的逻辑, 因为那鹰的存在, 使得刀狼在娱乐圈任何时候都有话题, 这种话题对艺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而且刀狼在这个话题中, 还处于一个弱者的身份, 更容易让大家站在他的一边, 这样一个人, 我说他是刀狼的贵人, 过分吗? 这件事, 使我想起了于华写的活着, 赌场老板给福贵设套, 骗取了福贵家的大宅子和田地, 没想到华成分的时候, 赌场老板因此被华为了富农而被枪毙, 福贵因为一贫如洗被化为贫农, 最后留了一条命, 很多事情确实就是这样, 赛翁是马, 焉之非福, 我即使这样说, 很多人肯定不能接受, 他们只认为那因看不起刀狼, 但如果把整件事盘点一下, 然后我们站远了, 回头再看这件事, 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自从罗刹海事情后, 那因一直处于舆论风暴之中, 从李文录音事情到好声音停播, 那因的名誉与声望一落千丈, 他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的指责与慢说, 欺负弱小, 大排做派, 这似乎成了外界对那因的定势印象, 对那因来说, 这无疑是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 他不得不取消了多场演出与活动, 8月22日, 那因因身体原因取消上海音乐节行程, 8月29日, 他又宣布因身体原因取消两场澳门演唱会, 取消演出无疑让那因避开了公众场合, 舆论如潮水般涌来, 那因只能静待风透过去。 有传言称, 那因正准备抛售价值4.5亿的豪宅, 移居海外。 不过这种传言毫无根据, 只是网友的猜测。 这不8月2日, 那因还是高调现身录制节目乐队的夏天三, 精心打扮的他显得精神饱满, 仿佛完全没有被网络舆论困扰。 然而, 就在那因公开亮相的当晚, 微博上又出现一则视频, 直接将那因的处境再次推向风口浪尖。 大嘴老德出山, 祖德呼吁严惩那因, 这则近两分钟的视频出自老德之手。 老德以其大嘴支撑文明, 经常在娱乐圈对他人指指点点。 这次他的怒火指指那因, 视频中老德一口气指责那因, 欺负姚贝娜, 欺负刀狼, 欺负李文, 要求娱乐圈清除这样的人。 评论区出现两种声音, 一方支持老德, 赞他说的是事实。 娱乐圈现在就缺少像老德老师这样的正义之事。 祖德老师, 真乃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啊, 有颗正义的心。 另一方批评他炒作热度, 毫无证据。 明明就是老德硬蹭流量了。 刀狼可能还能和姚贝娜扯上联系, 但是李文和那因有什么联系。 然而老德没有理会质疑, 第二天又发布新视频, 声称那因必须向刀狼道歉。 这次, 老德花了14分钟长篇大论刀狼的优秀品质, 表达自己作为粉丝的崇拜之情。 他称, 刀狼用心做音乐, 不追名逐利, 最终靠实力成功。 与此相比, 某些大牌须有其表, 最终难逃厄运。 然而, 就在讲述到一半时, 老德突然转入策划模式, 开始向观众推销一种掩贴产品。 原来, 这掩贴是他弟弟刘信达推荐的。 刘信达本名宋祖星, 也是喜欢在娱乐圈指点江山的人物。 老德拿出一半篇幅进行硬广, 瞬间引来网友一片哗然。 大家纷纷谴责他利用热点事情蹭热度, 这一次支持他的声音消失了。 老德这波操作, 的确不要脸得有点明目张胆了。 老德本人学历不低, 拥有两个博士学位, 但他最出名的, 还是在娱乐圈对各路明星指手画脚。 早在2016年, 他就建议那应退出我们新歌声, 并称其学历不配担任导师。 此后, 他继续对娱乐圈中的热点人物 发表平头论族式的评论, 引起不小争议。 老德这样的言论, 也给他自己招来了大麻烦。 2009年, 他因造谣被告上法庭, 2014年诽谤李连杰在被告上法庭。 今年, 他又因造谣被平台封禁, 但这无法阻止老德继续在网上喊话。 毕竟, 流量就是红利, 就算引来说声, 也总好过无人问津。 我们不反对表达个人观点, 但情绪化的批判 很容易成为误导公众的把柄。 对那应的指控,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证实。 我们要相信, 事实终会大白于天下。 揭秘老德兄弟。 提到老德, 不能不提他的孪生兄弟, 刘信达。 两人经常联手在娱乐圈造风点火, 引发不小争议。 老德有两个博士学位, 刘信达也是大学教授。 他们本可以在学术界发光不适, 但却热衷于在娱乐圈阴阳怪气。 刘信达的身份不少, 既是作家、演员、导演, 又是作家协会会员。 但他最大的功绩, 还是在网上对热搜人物指指点点。 刘信达曾批评朗朗的女子 做浴室出镜不检点, 让朗朗自己出来管教。 他指责周震南的父亲被执行, 要求封周震南。 面对任何热点事情, 刘信达总要妄加评论, 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2009年, 老德曾因造谣一位演员的商音被告上法庭。 2014年, 他诽谤李连杰再次被告上法庭。 可以说, 兄弟二人给自己招来了不少法律烦扰, 但他们似乎是这为乐趣, 并不收敛自己在网上的行为。 舆论正义, 本是无可厚非之事, 但他们的平头论足往往不正常不类, 缺乏基础。 有人说, 这种行为是为了蹭热度, 的确, 热点带来流量, 流量带来收益, 这是互联网的生存法则。 但无端造谣, 突扰社会,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况且蹭热度也要有个度。 老得上一期视频的策划植入, 已被说声一片。 也许他们需要反思自己的言论影响, 学会以更积极的方式参与公共讨论。 毕竟, 无端指责和造谣, 终归难成大器。 李文事情。 李文事情持续发酵, 我们必须保持理性, 不轻信未经证实的传闻。 只有还原真相才能给李文一个交代。 针对李文流出的录音, 各方解读不一。 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一个片段做出断言, 需要听到完整录音, 了解事情的全景才能做出公正判断。 舆论正义非常新的, 但基于意测的指责可能产生新的不公。 我们需要给相关部门足够时间调查, 找到证据链, 以事实还原事情经过。 无论结果如何, 李文都需要得到应有的关爱。 我们必须审视行业乱象, 建立更完善的工作机制, 让更多优秀艺人免受伤害。 这不仅关乎李文个人, 也关乎整个行业的发展。 让我们用理性和同情关注这件事, 给予当事人基本的尊重, 不盲目攻击或站队。 只有客观和公正, 才能给李文一个交代, 给大众一个真相。 最后, 我们呼吁公众保持耐心理性, 不传播未证实的消息, 积极创建一个理智正面的公共舆论环境。 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 真相终会水落石出, 正义也一定会得到伸张。 虽然浙江广电宣布中国好声音暂停播出, 然而, 事情却远未结束, 伴随着越发深入的调查和观点交锋。 事件持续演绎着一个复杂多面的故事。 在这一事件中, 涉及的方面错综复杂, 资本、 艺人、 道德、 权益等因素交织, 形成了一个娱乐圈和商业利益的交汇点。 背后的公司, 及资本星空华文, 面临了巨大的股价暴跌, 其市值在短短7个交易日内蒸发了380亿。 这一惨痛的经济损失让人不禁思考, 这是否意味着道德和商业的平衡, 已经被彻底打破, 娱乐圈的表象繁荣下隐藏的, 是否是无尽的利益博弈? 珍妮作为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 以其坚定的声音和批判的态度, 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珍妮的言辞犀利, 她痛斥中国好声音制作团队, 指责其以金钱为驱动, 践踏学员的梦想, 乱用中国名义, 丧失了道德和法纪, 直言中国好声音的脸都丢到了国外去了等, 言语犀利令无数网友称赞。 她的声音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 众多关心事件发展的人的心声, 以及对娱乐圈现状的忧虑。 然而, 她的言辞中也透露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即一人在商业机构和权益之间的权衡, 是否能够做到更加平衡和自主。 在事件的演进中, 潘伟博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角色, 她在节目中的表现成为了众多质疑的焦点。 椅子自动转动的一幕, 引发了人们对于真实性的质疑, 同时也点燃了对于节目制作的猜疑。 珍妮的言论中提到, 吹哨人的存在, 这个词汇暗示了在娱乐圈中存在着一些知情人, 他们可能是制作团队内部的人员, 也可能是业内人士, 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将某些黑幕泄露出来。 这也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即在商业与道德之间, 公众对于真相的追求, 是否能够引导出更为公正的结局。 不仅是珍妮, 纳英作为中国娱乐圈的重要代表, 也因为这一事件受到了影响。 她先是请辞了春浪音乐节, 随后又取消了演唱会, 这一系列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对于娱乐圈未来的担忧。 她的演唱会门票销售状况,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明星号召力的思考。 一时间,明星的影响力是否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是否已经不再是过去那般强大? 综合看来, 这场中国好声音事件不仅仅是娱乐圈的一次风波, 更是反映了当下社会和文化层面的一些深刻问题。 娱乐圈不再只是单纯的娱乐,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集商业、社会、道德与一体的复杂领域。 事件中涌现出的种种声音, 彰显了人们对于娱乐圈职业道德、商业伦理、权益保护等问题的关切。 作为观众, 我们有责任关注并反思, 一个健康、积极的娱乐圈生态, 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同时, 这场事件也提醒着我们, 透明度和诚信对于娱乐圈的重要性。 只有在信息公开透明的基础上, 才能有效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猜疑。 娱乐圈需要更加积极地回应社会和观众的关系。 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形象, 更是为了塑造一个更加健康、公正的娱乐环境。 最终, 这场风波是否能够迎来一个合理而公正的结果, 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事件已经为娱乐圈敲响了警钟, 也为观众们提供了思考的机会。 在未来, 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更加健康、 透明和道德的娱乐圈, 让明星的光芒, 真正闪耀出道德和价值的光彩。 要说今年这个暑假最火的歌手, 那因一定榜上有名。 不过那因这出名的方式有些不一样。 人家都是发新歌出名, 他是靠着疤就是出名。 前有刀狼发新歌, 那因早年的言论被疤, 成了网友们炮轰的对象。 后有李文中国好声音风波事件持续发酵。 圈内许多人纷纷为李文抱不平, 有的还爆料节目的那些恶心幕后真相。 那因作为中国好声音多年的导师, 受李文事件的影响也成了众矢之地。 其中有一位名叫海明威的歌手, 她也是选秀出身, 对这些选秀节目的幕后真相十分清楚。 海明威爆料一个制片人一个导师, 不签约就不给晋级。 虽没有明说, 海明威的指向也很明显, 这一个导师一个制片人, 就是那英姐妹两人。 其实, 那因自己的歌手之路十分顺利。 从小喜欢音乐, 12岁加入少年广播合唱团, 担任童声领唱。 后来考进歌舞团, 一开始是半唱, 后来有场表演, 主唱发烧生病, 没办法参加演出。 作为半唱的那英就变成了主唱。 小时候那英的偶像是苏锐, 经常模仿苏锐唱歌并登台表演。 后来那英参加了青年歌手大赛, 比赛中唱了苏锐的歌曲, 被谷建峰看中, 成为谷建峰的徒弟。 在谷建峰的帮助下, 那英的歌唱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 一开始他翻唱苏锐的歌曲, 后来谷建峰帮他做音乐, 让他唱属于自己的歌。 1988年, 那英凭借一首西北风格的歌曲 山沟沟获得大家的关注。 之后, 那英参加了多地的歌唱比赛, 有国内的, 有国外的。 无一例外, 均取得很好的成绩。 后来, 他凭借着歌曲 《山不赚水赚》获得全国电台评选冠军, 以及全国青年歌手新人奖。 自此, 彻底打开了自己的音乐市场。 除了参加比赛, 参加节目外, 那英还在央视春晚表演。 那时候, 能够登上央视春晚都是有一定实力的。 年纪轻轻的那英连续多年登上春晚。 后来与王菲合唱的《相约酒吧》 让他的名气更上一层楼。 那英发行了个人专辑《征服》, 取得很不错的成绩。 他也成为天后级别的歌手。 名气高了, 人自然也就飘了。 那英本身就是大大咧咧的性子, 有什么说什么。 但身处娱乐圈, 说错话容易得罪人, 许多新人遇到事情不敢说, 只能憋在心里。 那英有名气, 热度高, 粉丝也多。 说起话来就肆无忌惮。 因为说话直白, 不管外磨脚, 那英的性子获得不少人的喜爱。 因为一张嘴, 那英出名, 但是也因为一张嘴, 那英被人嫌弃。 早年的时候, 那英就因为说话得罪过人。 当时闹得最大的就是他跟田振的那件事。 那英与田振两人都是很有实力的歌手, 那英有能力, 田振也不差, 甚至比那英还要更胜一筹。 两人因为一场颁奖礼, 结下了梁子。 当时两人同台竞争中国流行歌曲榜的第一名。 按照投票结果, 第一名是田振, 无庸置疑。 但是没想到, 最后主办方却把奖项给了第二名的那英, 田振心中不满。 主办方给出的解释是, 田振有事情没办法到场领奖, 所以把奖项给了第二名。 其实田振那天确实有事情, 但是赶去颁奖, 时间完全够用。 主办方把奖给了那英, 那英十分开心。 他欣然接受不属于自己的奖项, 并且在颁奖台上说自己很幸运, 打败了其他的歌手。 那英与田振两人的梁子从那时候就结下了。 当时主办方究竟有没有偏袒那英, 私底下有没有什么交易, 这就不得而知。 但是不可否认, 按照大众的投票结果, 第一名应该是给田振。 拿了奖, 那英在乐坛的地位更稳了, 话语权也高了。 当年刀狼凭借着2002年的第一场学大火后, 乐坛的许多个歌手察觉到了危机。 他们一边瞧不上刀狼, 一边又害怕刀狼的名气赶超他们。 于是当刀狼大火后, 像汪峰、杨坤这些人纷纷下场贬低刀狼。 那英也评价过刀狼, 说刀狼的音乐只有农民听。 更过分的是, 刀狼参加音乐评选, 那英作为评委, 直接一票否决了刀狼, 说他不配那这个奖项。 这样以权谋私, 那英做的不在少数, 只是有很多被隐藏了, 被瞒住了。 在华语乐坛摸爬滚打多年, 那英也成了音乐界的前辈。 当中国好声音节目组找上他的时候,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一连好几期, 那英都是节目的音乐导师, 他拉票让喜欢的学员加入自己战队。 最喜欢用的一句话就是上一季的冠军是我们组的。 只是那英每次带出的冠军, 节目结束后都查无此人, 很难不让人怀疑他当时的成绩有水分。 如今李文事件被爬出, 那英也接二连三地受到波及。 不过面对大众的质疑, 那英坚持不回应, 甚至还带着孩子跑去了国外游玩。 原本, 那英之前定好了会去参加上海的某个音乐节。 这音乐节能请到那英, 自己也觉得很有面。 一直不停地宣传, 期待到时候那英登台表演。 许多人也十分期待那英的到来。 但是音乐界的主办方高兴没多久, 就宣布说那英因为身体原因, 十分遗憾, 不能参加音乐节表演。 虽然不知道那英的身体, 是不是受到了这段时间风波争议的影响。 但是从他分享的外出旅游的视频来看, 身体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 十分硬朗。 或许那英不参加音乐节, 跟这段时间的风波有一定的关系。 之前受害者们陆续地爆料, 将那英也推上了风口浪尖。 如今浙江卫视宣布暂停中国好声音的播出, 引发许多网友的热议。 那英受这件事的影响, 风评也迅速下跌。 但是无风不起浪, 有人爆料那英当年做的那些事, 就说明可能是真的。 不过那英不回应也不露面,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大家也无从得知。 这些年那英的口碑确实有所下滑。 他依旧是口无遮拦, 有什么说什么, 但如今再也没人觉得这是直爽, 反而有了反感。 如今的那英想要挽回形象, 就只能好好唱歌, 给大家带来更好的音乐作品。 那英这次彻底翻车了, 他还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吗? 官方公布了那英目前的处境, 最糟糕的情况已经无法阻挡。 就在今年7月, 娱乐圈发生了一件大事, 音乐家巨星和李文去世。 随着李文的去世, 有关好声音节目组的质疑再次被提起。 作为娱乐圈的前辈, 李文在音乐上的成就有目共睹, 但由于身体原因, 他的心情一直不好。 就在今年7月, 据知情人士透露, 李文因抑郁症在遇事自杀。 随着李文的去世, 娱乐圈不少明星纷纷发文 悼念李文的去世。 李文生前在娱乐圈有很多朋友, 很多人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都心痛不已。 然而, 李文去世后不久, 其死亡真相逐渐变得扑朔迷离。 起初, 李文生前寻求帮助的录音被曝光。 不久之后, 有消息称李文与好声音剧组发生冲突。 他对节目提出质疑, 还表示自己在节目中表现如何并不重要。 无论如何, 他最终都会被删除。 不少网友甚至开始怀疑李文的死与节目组有很大关系。 关系, 舆论风口浪尖, 歌手和海明威突然发生。 事实上, 作为一代人的记忆, 海明威已经很久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了。 当时他的歌曲《老人与海红遍街头》, 但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再也没有什么快智人口的作品了, 他的口碑也大不如前了。 最终, 他沦为小明星第十八行。 但这次好声音的消息曝光后, 海明威立即发文, 揭露好声音最大的黑幕就是梁姐妹。 她们似乎利用节目作为赚钱的工具。 对于节目中的选手来说, 想要成为导师, 只需要几十万就可以做到。 这对于那些选手来说确实是很难。 好声音的初衷是为了鼓励更多有音乐梦想的人, 给他们一个表达自我的机会和舞台。 然而, 随着节目播出, 其目的逐渐偏离。 海明威还在选秀节目中首次亮相。 她能理解这些参赛者的无奈, 所以她决定为他们发声。 此外, The Voice还被曝强迫学生签订合同。 在好声音第三季中, 一位名叫秦的选手成功进入了四强。 然而, 在参加冠军争夺前夕, 节目组询问秦是否愿意签约。 秦感觉自己已经进去了, 证明自己能力还是不错的四强并没有签合同。 没想到比赛开始后, 秦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选手。 现在很多网友都在吐槽秦, 大家都认为她的遗憾退出, 一定与她没有与好声音节目组签约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 在此之前, 由于风格不同, 秦国与纳英接触甚少。 后来, 当秦国进入四强时, 纳英的表情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而且, 虽然海明威在文章中没有点名提及纳英姐妹, 但很明显拥有如此大权力的姐妹只有纳英和纳欣两个人。 纳英在节目中担任导师, 参与了几期节目, 而纳欣作为节目的制作人, 一直与节目形影不离。 因此,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节目逐渐变味了, 成为了资本家攫取金钱的工具。 这与纳英和纳欣两姐妹密不可分。 随着舆论发酵, 大家对纳英越来越不满。 不久前, 上海的一个音乐节还在宣传纳英将作为嘉宾出席。 可当他们到达音乐节时, 大家却发现纳英并没有出现。 对于纳英缺席, 主办方表示, 纳英并没有参加音乐节。 不过, 很快他就被打脸了, 因为纳英出国旅行, 有网友看到了他和他的照片。 现在大家都在猜测纳英有罪吗? 而且, 从合影中可以看出纳英看上去有些憔悴, 黑眼圈很大, 带着佛珠。 很多人猜测他做错了什么。 对于主办方的解释, 大家都怀疑纳英是否真的病了。 还是他只是害怕所以找了个借口, 诱惑着主办方看出情况不对, 主动去劝纳英。 而除了这件事之外, 围绕纳英的黑料似乎还不少。 起初, 纳英只是娱乐圈的一个小人物。 苏瑞的演唱风格当时非常流行。 为了博取人气, 纳英还模仿苏瑞的唱腔。 直到后来, 他得到了顾建芬的指导, 纳英才逐渐在音乐界占有一席之地。 纳英的声音确实很独特。 在娱乐圈唱歌这么多年, 纳英一直很受欢迎, 这充分说明他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然而, 与纳英的实力不相称的是他的低情商。 他的坏事太多了, 以至于他的导师顾建芬甚至评价纳英说他声音好, 脑子不好。 那么纳英到底做了什么? 这要从另一位歌手刀郎说起。 当时乐坛有不少优秀的歌手, 但刀郎只是靠着自己的销量杀出了一条血路。 虽然出身农民, 但刀郎的歌曲旋律优美, 歌词简单, 很快他的歌曲就传遍了大街小巷。 然而, 对于突然走红的刀郎, 纳英却显得很不服气。 纳英在接受采访时, 公开表达了对刀郎的蔑视。 后来刀郎评讲时, 纳英作为评委, 不理会其他人的反对意见。 坚持把刀郎的名字从名单中划掉, 让领奖台上本来应该有十人的领奖人 变成了九人。 纳英除了排挤刀郎本人外, 还伙同其他歌手家族排挤他。 当时杨坤正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他与纳英的关系很好。 看到纳英的举动, 杨坤也贬低了刀郎, 说刀郎的出现让中国音乐倒退了十几年。 他还表示, 刀郎的歌曲之所以有销量, 完全是因为听他歌曲的都是农民, 他的话里充满了对刀郎的蔑视。 后来刀郎逐渐消失, 消失在娱乐圈中。 纳英也被认为是导致刀郎退出娱乐圈的最大因素。 不久前, 刀郎带着一首新歌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线。 这次刀郎的歌词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首歌取材于古典神话, 歌词也充满讽刺意味。 这首歌发布后, 纳英的评论区就跌了下去。 然而, 纳英显然不愿意向刀郎认错。 他依然傲慢, 没有回应。 他只是问大家如何关闭评论区。 其实, 纳英刚出道的时候, 就因为和田镇的争执引来不少骂声。 现在他更是受到了接二连三的批评。 在很多人心中, 纳英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天后了。 他的形象也大不如前了。 尤其是最近好声音事件愈演愈烈, 纳英也崩溃了。 如今纳英已经五十多岁了, 他的一切辉煌都已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 从他对音乐的诠释来看, 纳英无疑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 但在生活方面, 他显然还很不成熟。 现在一提到纳英, 他的名气也一落千丈。 从成为歌坛大姐大, 到被网友调侃那有鸟, 纳英这一次恐怕再也不会好起来了。 娱乐圈的风波总是令人猝不及防, 随时可能爆出震惊人心的大新闻。 近期, 著名歌手纳英被爆出正在出售价值4.5亿的北京别墅, 同时他原计划的演唱会也因身体不适而推迟举行。 甚至有传言他计划移居国外, 以躲避风头。 这一系列事情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和讨论, 让人不禁思考, 曾经在娱乐圈中熠熠生辉的大姐大纳英 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境地的呢? 一风光背后的转变。 纳英是娱乐圈中备受欢迎的艺人之一, 他一直以来都以直率和真实的形象示人。 他曾在电视剧中本色出演, 尤其以封批美人一句赢得观众的喜爱, 被誉为娱乐圈中的憨憨大姐。 作为一位资深歌手, 纳英的音乐才华一直备受推崇, 他甚至担任了多年的好声音导师, 为众多音乐人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然而,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情 令人开始怀疑纳英原本的形象。 他突然推迟了演唱会, 理由是身体不适, 但有人质疑是门票价格过高导致销售不佳, 迫使他推迟演出以掩盖尴尬。 更令人疑惑的是, 有传言称纳英正在出售自己在北京市价值4.5亿的豪宅, 似乎是为了筹集资金, 或者为了准备移居国外。 二,揭开好声音背后的黑幕。 要了解纳英走到今天的境地, 必须追溯到他多年来担任的好声音节目。 近期,该节目进入争议, 部分原因是乐坛巨星Coco李文的离去引发了关注。 在李文离去后, 有人传出了一段节目录制现场内幕语音, 其中李文声泪俱下的控诉导演组的欺负。 他在录制节目时提前告知导演组自己的身体状况, 但导演组却无视他的请求, 被迫他按照节目流程工作, 不顾他的安危。 这一事情令粉丝和观众感到心痛, 认为李文的离世与好声音节目制作组有关。 随着事情的发酵, 细心的网友开始调查, 好声音的制片人纳心浮出水面。 令人震惊的是, 他不仅是纳音的亲姐姐, 还是该节目的创始人和纳音的经纪人。 这一联系的曝光让人瞠目结舌, 同时也揭示了更多与该节目有关的黑幕。 三金钱如何左右音乐梦想? 最让人关心的是, 好声音节目组收了多少金钱, 以及这些金钱如何左右了节目的走向。 有参与过节目录制的嘉宾表示, 有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意愿选择某位选手, 但导演组会告知他们必须选择其他人, 因为这符合节目需要。 甚至更过分的是, 有时候导演组会直接远程操控嘉宾的座位, 迫使他们强行选择某位选手。 这种情况导致一些嘉宾参加了一两期节目后, 便再也不愿意继续参与录制。 这种影响力不仅限于嘉宾, 连选手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有报道称, 某些嘉宾在被选择的关卡上支付了数十万元。 这一切都揭示了娱乐圈背后金钱的影响力, 使许多优秀的选手被淘汰。 四刀狼的反击 在这一切背后, 刀狼是一个特殊的事法。 他曾以2002年的第一场雪异曲红遍全国, 但却在之后的岁月里保持低调。 然而, 最近他发布的新歌《罗刹海事》揭示了当年的故事。 歌词中的那幼鸟和驴被解读为指代那音和一些批评他的音乐人。 这一事情令人思考, 为何刀狼这位有着经典歌曲和众多粉丝的歌手 要被娱乐圈老前辈们排挤和抹黑? 吴纳英的现状。 事情爆发后, 纳英宣布推迟演唱会, 这令人想起了他曾经的辉煌。 毕竟纳英一直被誉为歌坛天后, 他的演唱会过去总是坐无虚席, 但如今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更令人不解的是, 有网友拍到纳英正在国外度假旅游的照片, 引发了更多关于他的猜测。 为什么他要推迟演唱会? 是因为声誉下降导致门票销售不佳, 还是为了躲避娱乐圈的风头? 此外, 纳英挂授自己价值4.5亿的北京豪宅, 这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这套房子位于北京的黄金地段, 但纳英自从购买以来从未入住, 现在却主动出售。 这一切似乎与好声音节目停播整顿的事情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时光流转, 娱乐圈的表面光鲜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曾经的纳英, 一位备受尊敬和热爱的巨星, 如今进入了名利的纷争中。 在中国好声音持续登上热搜被迫停播整改后, 便有自称前制作人爆料, 称历届冠军中有人用三千万买冠军。 歌手本人还拥有不错的实力, 再度将好声音架上了新的高度。 近日媒体铺中国好声音制片人被抓的消息, 引起了广泛关注。 该制片人为了自保供出了中国好声音内幕证据, 还称制片人提供的证据将有多名导师受牵扯, 其中那因深受其害。 关于有网友爆料称, 该制片人还涉嫌涉及黑幕交易, 手中掌握大量好声音内部的不为人知的秘密, 但因牵扯甚广, 并未将内幕消息曝光。 尽管有学员证实好声音内部不存在50万转名的行为, 但这并不能完全否定节目制作团队存在其他不为人知的利益交易。 这也让观众们对于选秀节目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产生了更多的质疑。 若可以, 还是希望好声音制片人手中的内幕消息能公之于众, 民众也有知情权, 将消息公布出来, 也让民众了解事情真相。 据可靠人士透露, 那因证出售北京一套价值4.5亿元的豪宅, 它的行为更加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那因售卖在北京市场价值高达4.5亿的豪宅, 有可能选择移民国外, 这种行为无疑加深了人们对于节目内部, 是否存在黑幕交易的怀疑。 那因从《刀狼新歌》发布之后, 就一直在风口浪尖上, 热度刚要下去。 李文生前遭受好声音节目组不公待遇的录音曝光后, 那因又再次受牵连。 那因作为中国好声音八戒导师, 如果有内幕, 他必定逃脱不掉。 那因献下两场演唱会的推迟, 加上最近又爆出他售卖4.5亿豪宅与移民的事情爆出后, 不得不令人猜想。 那因眼看没有回旋的余地, 准备套现跑路, 但是是并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在那因被骂上热搜的时候, 他的师父古建分受到其牵连, 曾经古建分力挺那因, 很看好那因的前景。 而且古建分还曾表示 要整治娱乐圈, 没想到第一个被整治的就是他徒弟那因。 但对于娱乐圈来说, 很难一碗水端平, 即使他曾表示要整顿娱乐圈, 但如果此事牵扯到他徒弟, 估计也会偏袒自己的徒弟。 而且古建分不止那因一个, 毛阿敏曾被爆出过偷税漏税的问题, 有网友表示, 虽然古建分是位值得尊重的作曲家, 但他选徒弟的眼光不算好。 关于这起事件的真相仍然扑朔迷离, 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我们期待能够尽快查清事实, 还观众一个清晰明了的答案, 也希望选秀节目能够更加公正、透明、 真正为选手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 同时,也希望广大网友保持理性, 不要亲信未经证实的传言, 共同营造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 8月29日, 李文控诉中国好声音事件 已经到了僵持的阶段。 一方面, 是明星和老学员们 接二连三地揭露中国好声音的黑幕。 另一方面, 是中国好声音2023的学员相继出来发声, 力挺中国好声音。 本以为2023届的学员发声后, 中国好声音能够扳回一局。 没想到, 后续依然不容乐观, 中国好声音背后资本7天跌破76%或退市。 珍妮在炮轰, 曝潘韦伯坐以黑幕。 李文音频事件爆出后, 背后的资本星空华文股价一度暴跌。 24日, 浙江广电官宣中国好声音暂停播出, 本以为星空华文股价能够回升, 没想到持续暴跌。 据报道, 28日, 中国好声音母公司星空华文盘中再度暴跌。 7个交易日, 该股从124港元跌至30港元不到, 累跌77%, 市值蒸发380亿。 中国恒大更是一步到位, 今日富牌股价爆收0.35港元, 跌去78.79%。 不止如此, 李文的前辈珍妮也再度发声, 炮轰中国好声音。 珍妮喊话中国好声音, 别为钱丧天良, 别乱用中国名, 别见他孩子梦想, 别不守法技, 其他你请随便玩。 珍妮还表示, 在李文追悼会那天, 自己坐在第一排, 看着大银评里, 不停播放着娱乐圈人士倒闻影片, 感到十分反胃。 银评里, 每个人都对李文说我爱你, 好走, 可是李文音频爆出, 为他发声的圈内人士却寥寥无几。 29日, 珍妮继续发文, 究竟谁会被记起, 很好奇, 拭目以待。 之后珍妮称, 若没有两位知恩图报的学员挺身而出, 提出影音证据, 我们也不敢大声穷追始末, 掀开真相, 庞无忌待。 若没有柳黎及现场工作人员的恶行恶状, 怎么会引起公愤, 掀开序幕。 珍妮还质疑中国好声音的黑幕, 就连内部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 否则中国好声音100个小时 剪辑成了数十分钟的精华, 却还是会泄露潘伟博电影自动转的破绽。 有网友发现潘伟博在某期节目中, 明明双手抱在一起, 没有碰按钮, 但椅子却自动转了。 椅子自动转了之后, 潘伟博也是一脸猛的状态, 嘴里还说了一句哇, 可表情却无可奈何, 想来早已洞悉中国好声音的内幕。 或许是中国好声音的质疑之声依旧不绝于耳, 那音的演唱会也出现了问题。 那音原本定于10月1日在澳门开演唱会, 还设置了六级门票, 票价甚至比周杰伦的还贵, 可是票卖了两天, 每个档次的都有余票。 29日, 狗仔爆料某风口浪尖的某艺人演唱会要取消了, 随后那音便官宣了演唱会延期的消息。 演唱会方程那音因为健康问题将无法出席演唱会, 因此演唱会会延期举行。 虽然美其名曰是延期, 可是主办方却把票全额退款, 也没官宣重开的时间, 很显然是取消。 不难看出, 好声音事件没有结束, 仍有人在发声, 也有人受到了影响, 期待最终的调查结果。 谁能想到陪伴大家十多年夏天的中国好声音, 就这样在网友们的抵制下停播了。 节目虽然停播了, 但是关于该节目的舆论却是在持续发酵, 有网友爆料称该节目的11位冠军, 其中有一位是花了3000万元的大价钱买的, 而爆料的网友自称是中国好声音的前制作人, 这也就代表这个爆料真实度还挺高的。 但看到这个消息, 如也真的想吐槽下, 究竟是哪位学员脑子有坑, 花3000万去买冠军呢? 而消息传开后, 网上备受质疑的有四人, 分别是第一季冠军梁博和第二季冠军李奇 以及第三季冠军张碧晨和2020年的冠军丹一晨。 而这四人当中, 目前就属张碧晨的人气最高, 因此他身上的质疑声也就更大了。 也难怪网友们会去怀疑张碧晨, 因为早前他自己就曾在某节目中自曝, 当年在韩国做练习生的时候, 光培训费就花了60多万, 能在十年前拿出60万让孩子出国参加培训, 可见张碧晨家的底子不薄呀。 不仅如此, 张碧晨的爸爸在张碧晨当练习生这段时间 还时不时去送礼, 并且还曾偷偷给公司送钱, 希望公司能好好培养张碧晨, 多给他一些机会。 而最后, 张碧晨以韩国女子组合 Sunny Days成员正式出道, 不知道这里边和那些礼盒钱有没有关系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有消息称张碧晨的父亲是位商人, 而且母亲似乎也有着不错的背景, 再加上之前有过送礼送钱的先例, 因此网友们都认为张碧晨花三千万买冠军, 这个可能性还是蛮高的。 毕竟在张富生意人眼中, 这些都只是前妻的投入而已, 如今也证明了他的眼光, 在好声音这么多位冠军中, 张碧晨是混得最好的一位。 别说三千万, 估计后边再加个零, 他都有机会赚回去。 也或许是因为钱和背景双重加持的原因, 张碧晨被曝出未婚生子这样的丑闻, 他却仍然成为了娱乐圈中有名的Ost歌手, 曾给多部热播剧献声。 张碧晨在华语乐坛肯定不是唱功最好的那批, 但他却能和这么多当剧合作, 这也从侧面证实了他的人气和资源。 不过, 不管那位三千万买冠军的是不是张碧晨, 都间接证实着, 似乎中国好声音的确有用钱买晋级一事。 也因此, 中国好声音的争议并没有随着停泊而平息, 反而越来越大声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舆论声太大, 网上突然有多位好声音学员发声力挺中国好声音, 直言他们在参加该节目从没花过钱来让导师转身, 也没有为晋级而花过钱。 唯一有金钱关联的就是找节目方报销住宿费和车费。 而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 这些力挺中国好声音的学员都是2023年度的学员, 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季中, 却没有一味站出来发声, 因此也引发了网友们的集体吐槽。 而据了解, 在中国好声音暂停播出后, 该节目制作方的母公司星空华文连续两个交易日持续下挫, 从之前的市值480亿港币一路跌到179亿港币, 而截至收盘市值直接跌破了120亿。 这也表明这段时间星空华文缩水了75%, 足足不见了360亿。 因此, 这些好声音学员的发声, 儒爷更觉得这是节目组安排学员集体洗白, 目的应该就是想挽回口碑。 毕竟在金融市场, 如果像这种利空的消息持续发酵, 谁也不知道到时股价会跌到哪去。 估计这也是为什么站出来发声的只有本季的学员, 而且没有其他季学员参与的原因, 因此本季的学员还想通过该节目走红。 对于这些学员站出来力挺中国好声音, 大家认为是节目组真的没有收学员钱这事, 还是为了帮节目洗白呢? 我是儒爷, 我们评论区见。